每個星期三 華櫃禮辦支收 黃金禮支收站開張營業 不需要廣播 居民們養成好習慣 提著滿滿的回收物品 交給志工秤重幾點數 要換免費垃圾袋 還是名聲用品通通都有 一起來響應里長的環保政策 這個住民回收是我們新北市政府 一直鼓勵我們里長 來做住民回收為了環保 紙還有寶特瓶 都可以再送去再利用 環保回收的話是對一個社區的環境 對我們里民的一些比較乾淨的空間 而且還有很多的廢物利用 像比如說紙箱的回收 我們還可以做其他的資源 那如果是寶特瓶 也是可以做很多的在環保再利用 再說我們自從在做環保回收以來 在社區我們里的環境 是改變的非常多 回收回來的物品分類包裝好 板橋區公所清潔隊派車來收取 讓這些資源物品能夠變黃金 不僅能夠做到愛護環境 更可以讓資源再利用 對大家都好 這個回饋金我打算就是像 我們里裡面有一些中低收入的 還有要辦一些獎學金 還有像以後有的話就是救濟 那肉是那個里民 還有做一些有時候有錢的話就做一些活動 做資源回收的最大的收穫就是說 對身體也很健康啊 資源回收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像你在做的時候啊 大家看你在做 大家會不會跟著來做這樣子 這樣子對里民都很乾淨 全旅的里民都很乾淨 都不會積了一大堆的東西 做資收已經變成全民運動了 您參加了嗎 看看華櫃里里長林榮彩 還有志工和里民的熱烈參與 歡迎每個星期三 一起來參加支收活動 保護環境一定少不了你 中家新聞連立如呂其坤板橋報導